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中美會談 剛好正式在 阿拉斯加州的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市舉行 這一場的會議 頭一個小時 開放給媒體來採訪 只說這個小時內的會議 中美雙方已經針鋒相對 互相數對方的不是 可以說這次的會議 肯定不會達成什麼的成果 而第二宗消息 就是美國的兩黨 聯手在國會推動一條重大對抗中國法案 有望 在四月的時候就會很快通過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這次的中美會談 在舉行之前 那個氛圍就已經搞得很差 雙方的關係 也是陷入一個緊張的狀態 尤其是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他在會談的前夕 就將二十四名的 被制裁的中港官員翻煙 又再制裁一次 已經 令到大陸方面 相當不高興 而且在會談之前 亦都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在較早之前 大陸方面要求 外國人進入中國境內的時候 要做所謂的 光色紙檢測 甚至乎 連 美國駐華的外交人員 都不能夠幸免 當然那些人會感到相當侮辱 這次中美會談的主場 就是美國那邊 於是美國要求 中國的代表團 在進入美國境內的時候 必須要做一次的檢測 令到中方感到不滿 實際中方代表團是不滿什麼呢 人家去你的樹 你要求別人去做檢測 甚至要做一些所謂 光色紙的檢測 別人都照做 現在美國要求你進入美國境內的時候 做檢測 他這個檢測就沒有說說是光色紙的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應該要做這件事 難道外交人員是應該豁免的 那為什麼美國駐華的外交人員 又沒有獲得豁免呢 所以 他們那些 所以 中方代表團的情感都相當奇怪 另一件事就是 美方 因應這個疫情的緣故 就不會安排跟中方代表團共同用餐 即是說 談完就算數 好了 說回今次的中美會談 實情 雙方在很多問題上 都是針鋒相對的 雙方 甚至乎是就著今次 中美會談的性質 都持有不同意見 中方就堅持 說今次的中美會談 就是兩國在多年以來的雙邊溝通機制的戰略對話 但是美國就顯然是不同意的了 他們就認為 今次只不過是一次性的會議而已 大陸方面 經常想跟美國去重啟對話 因為中美之間的對話 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後期 就是中斷了一年多的時間 好了 今次被大陸恨到 所以他們就願意去談 甚至乎人家安排在阿拉斯加 他們也照去出席 但是似乎 熱念貼著冷屁股 因為美國認為今次只不過是一次性的會議而已 如果下次要再談 就要再約 顯然美方就不認為今次這個會談 是重啟了中美對話的行常機制 除了會議的性質有分歧以外 原來就連官員發言的長度 都是有所分歧 根據報導所說 中美雙方原本同意 各自發表兩分鐘的開場白 但是楊潔篪的發言 足足長達15分鐘 說足三個字 美國有隨行的官員就批評 中方代表團這樣做 無非就是想爭取 媒體的注意力 好了 到底在開場白 布林肯說了什麼 他就對於中方 在香港 台灣 和新疆的行徑 是表達深切的關主 會在今次的會談當中 拿出來討論 其他的議題 包括了網絡攻擊 和經濟的脅迫 他就認為 中方的所作所為 是威脅以規則行事的 全球穩定秩序 他就認為這些問題 並不是內部事務 所以他就認為 可以拿出來 在中美會談當中討論 但是楊潔篪的反擊 其實是說了很多說話的 首先第一件事 他就批評 美國在鼓動一些國家 攻擊中國 利用他自身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 向其他國家施壓 由濫用國家安全概念 威脅國際貿易 他就重申 香港和台灣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方就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中國的內政 如果掩蓋了國家的名字 不知道還以為是美國在批評中國 他說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念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濫用國家安全的概念 楊潔篪還說到 跟著這段就過癮了 楊潔篪強調 中方是不會接受美方的無端指責 他說中國的價值就是人類的價值 就是和平 發展 公平 正義 自由 和民主 原來中國是擁有這些價值的 我現在才知道 他說中方是信奉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而不是一小撮國家所鼓吹的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他還說 中美的民主是有分別的 美國就有美國式的民主 中國就有中國式的民主 美國的民主不單要由美國人來評價 還要由全世界的人民來評價 美國的民主做成什麼 就不是美國自己說了算 楊潔篪強調 中國是信奉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其實他這樣說是正常不過的 因為聯合國就已經被中國滲透了 甚至乎連這個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裡面有很多成員國都認為中國的人權是好的 走去發聲聲援中國 你說這個聯合國 那個代表性是有多強才行 另外楊潔篪又作出了一個 都挺新鮮的批評 他就說 美國的人權紀錄策略 印第安人曾經被屠殺 他還說中美兩國應該各自去處理屬於自己的事 其實近這半年以來 大陸就越來越提得多印第安人 那些悲慘歷史 無非他們就是 要轉而視線 因為外國經常針對著 大陸在新疆的所作所為 於是大陸經常在人權理事會上發言 美國自己有一些 臭屎 就是他們怎樣來屠殺印第安人 甚至乎 趙立堅還曾經說過 說這個種族滅絕的帽子 有更加適合的人走去戴上 其實就是在寸美國 事實上美國 有一段這樣的黑歷史 但是美國從來都沒有否認過這一段的歷史 是曾經發生過 而且也沒有打算要篡改這一段的歷史 或者美化這一段的歷史 從而使得後世 不知道這件事的真相是怎樣 至於中國 在新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大陸願意向那些人道組織 或者人權組織 去開放 讓那些人士進去調查一下 其實楊潔篪或者大陸其他的外交官 拿印第安人這段歷史 去說示 說服力真是很薄弱 至於會後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遲些再去跟進 接著我們就說說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所說 美國國會裡面的 兩黨議員 目前正在積極制定 一項要和中國展開全面競爭的法案 這一項和中國有關的大型立法法案 有望在最快4月中旬的時候 進入委員會的審議階段 並且很有可能 在4月底的時候 就會迅速表決 實情到底這個進度是有沒有可行性呢 我認為是可以的 因為在目前的參眾兩院 都是以民主黨佔多數 只要民主黨願意額頭的話 基本上什麼法案都能夠通過 除了彈劾法案 或者門檻較高的法案以外 好了 這一條法案就過硬了 到底法案的內容是什麼呢 原來那個內容 未曾是推出的 不過 有些負責起草 並只是熟悉草案內容的國會議員 就以匿名的方式向媒體爆料 說法案的內容正在討論 在月底的時候就會公佈 那麼這條法案的目的就是要 延續上一屆政府的強硬對話政策 好了 為什麼他們會忽然之間 制出這個所謂的抗中法案呢 原來 所以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 就已經深入地向拉丁美洲多個國家 埋手 兩黨的議員就開始擔憂 這樣搞法的時候 一帶一路會不會開始 滲透中南美洲呢 令到他們 開始要思考這條法案 他們主要來說是怎麼做呢 第一就是將中國定義為所謂的戰略競爭對手 第二就是拉攏那些民主國家 成為美國的盟友 利用意識形態之爭 來對中國展開抗衡 那麼好了 到底白宮方面對於這條議案的態度是怎樣呢 根據報導所說 就說 白宮是會低調地去支持這條法案 拜登就會歡迎這條法案 大家就會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總統的分別就是在這裏 如果這條法案是在特朗普總統時期拿出來討論的話 特朗普一定會很大力支持 反而來說拜登現在做總統 他都身為一國的元首 好了 他要對於這些法案表示支持 都要是保持低調 到底這個低調的目的在哪裏呢 相信就是跟拜登的右傾右債性格有關 一方面拜登又想保持著跟中國的經貿往來 保住貿易的利益 另一方面 他又要在其他的地方 跟中國抗衡 於是他就要低調支持這條法案 他連高調支持都不夠膽 即是說 好了 到底這條法案 他裏面有什麼具體內容呢 一有消息的時候 我們就再去跟進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